各位,你是否常看见神的引导呢? 神的引导并非用人的想象或常理来理解 也不是只有肉眼才能看得见的 神的引导是接着祂的话来感动人的心灵 之后才会看见祂凡事的引导 所以,就算在多糟糕的情况之下 都能看见神的引导 这样我们的心里不会惧怕 那神的引导在哪里呢? 我们要如何看见神的引导呢? 今天,神最少用三种方式 引导我们按着祂的旨意前行 什么方式呢? 第一,就是神预定的引导 在《月博记》42章2节这里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各位,神的预定引导我们行在祂的旨意里 在神掌权之下 祂预定也设定好我们每个境遇 即便我们完全没意识到 但终究还是到了祂要我们去的地方 比如保罗和希腊被关在监狱 但结果却使御族和祂的全家得救 保罗原非如此打算会被关 也不知道神的计划会是要拯救御族和祂的全家 但这是神的旨意了 那神的预定也引导我们成为圣洁 因为在神的预定里 以卷选我们为祂的儿女 神为了承圣祂的儿女 任凭我们犯罪 也暂时许可魔鬼的工作 但这一切里面必有神的干涉 唯要使我们成为无有瑕疵的儿女 也叫祂所爱的儿女的昨天 今天直到永远都能得益处 但是有些信徒因为神的预定而被绊倒 因为他们把实际的情况 问题当作是已成的定局 比如当我们遭遇一些挫败 伤痛或无助之事 一旦联想到这都是神的主权里头发生的 心里无法得安慰 反而更是绝望 甚至对神或自己生气 这样我们都不得益处 反而被绊倒 要知道我们的矛盾与苦难不是结局 下面绝对有超出我们所想 所求的释放 解脱 祝福 巧遇 更新 等候着我们 这就是神的应许 在神的预定 引导我们到祂的应许里 使我们不将希望放在情况条件 乃放在应许和爱我们的主 所以神的预定 不是将我们留在无奈或惧怕 那是今天因信祂 而得着圣灵所赐的盼望 是我们能奔纳前头的路程 今日 我们当超练自己的灵性 在各样艰难困苦中 将希望放在主 也认定那希望而来的益处 这就是神预定的引导 是独特的 是出乎意料 是有丰盛的恩典 并有更高的计划 在神预定的引导之下 神的话永不落空 因为祂的旨意不能拦阻 那第二 就是神指示的引导 神在圣经里 给我们诫命及教导 来引导我们 这些诫命和教导 很具体的指示我们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比如摸西的使诫命 不可偷窃 不可杀人 不可撒谎等等 或是登山宝训 就是要爱你的仇敌 又或者是使徒书信 要被圣灵充满 这是指示性的引导了 神在圣经里 都写明祂的指引 那但是 我们绝对要靠恩典 来受神指示的引导 不然我们就会很死板地遵守神的指示 或是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控告 所以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得很清楚 他告诉我们 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若我们不依靠恩典 即便知道神的指示 却无力遵行 其实神指示的引导 不但叫我们知道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更是引导我们 不是靠自己在活 乃是凡是靠圣灵而活 因为神指示的话语 将我们发现 自己的灵性 是积极软弱与有限的 唯有圣灵是超越 我们仍能做的 这算做不到 反而是按着心灵的信仰 再次回到主的恩典 得洗净 得能力再前进 那最终 神指示会引导 我们回到神的爱 能爱神爱人了 那第三 就是查验 当我们查验 就是跟随神的引导了 有时候圣经 并没有一一 给予我们明确的指引 唯有查验的时候 我们对圣灵 在我们心里的作为 更加敏锐 之后能将神的真理 实践在实际的生活中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里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告诉我们 通过查验神的话语祷告 逃造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受圣灵的引导 能够定义 去做那些最容神一人的事了 各位 这就是神三种方式的引导 可能还有其他神引导的方式 但我相信其他的引导 都启示在圣经里了 所以各位 当我们继续 仿佛地寻求神的预定 指示与查验的过程时 我们可以更加确定 神的引导 也更加确定 自己真的是与神同心了 其实当我们寻求神的预定 指示及查验的引导时 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少几分忧虑 多几分安息了 所以各位 但愿我们无论在哪里 或做什么 或在任何的处境里 能确信神掌管万有 引导万事的事实 成为我们一切信心的磐石 在那里 我们便可以得着安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